无论你是看中空间还是配置性能 一款新车总是要经过眼睛这第一道审核 造型设计就成了影响一款新车 在市场上实际销售的关键因素 这也导致了如今的新车设计 是越来越花里胡哨了 甚至有些新车 你连它是概念车还是量产车 都很难分清楚 所以这期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 在今年也就是2022年的上半年 都有哪些造型炫酷的SUV 魔方是在去年年底的广州车展上 才正式揭晓中文名称的 预计今年上市 价格区间应该会在11到15万元 仔细了解后会发现魔方这款新车 无论是设计还是说配置的科技感 都给人一种披着洋油车皮的新能源车的感觉 设计上最大的亮点就是钻石新城的设计风格了 虽然是辆洋油车 但采用了电动车常用的封闭式格杉 结合类似黑色的网状格杉设计 看起来就很新能源 还有造型犀利 但是纤细强长的分体式大整组 通过黑亮式的射板连接 拉宽视觉宽度的同时 还很好地融合了品牌logo 拿到车侧 第一眼看到这个双色车身 加隐藏式门把手 加电子外后视镜的时候 不免让怀疑 这真的不是一款新能源车 值得一提的是 有消息表示 电子外后视镜这项配置 预计将以今年的7月份通过法规 也就是上市后 应该是能实装的 车位的层次感也蛮强的 加入了类似扩散器的设计 以及双边双出的排气造型 内饰也采用了极简设计 搜身口很有设计感 设有全液晶仪表 还配备了60英寸的 全景台显AI HUD 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 将搭载鸿蒙OS车机系统 拥有车规级的麒麟990A芯片 具有3.5T OPS算力 支持5G网络连接 适配高的地图 网易云音乐等27家车载APP 后期还将扩展至 拥有100家APP的应用商城 并且还支持Face ID 远程控制 语音控制 手机蓝牙钥匙 FOTA等智能化配置 动力方面 新车将搭载磨合1.57发动机 最大功率188马力 最大扭矩305牛米 百公里加速成绩仅需7.84秒 并且还拥有L2.5提别的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账面数据还是比较亮眼的 自由家是小牛电动车品牌的创始人 在汽车领域的载就业 MV这是旗下首款车型 定位是高端中大型五座SUV 设计上官方表示是将都市和越野的风格相融合 车身线条都蛮硬朗的 加上视觉效果相当不错的圆形LED大灯 车灯与中网一体化的设计 中间还有多个LED光源 也淡化了雾灯的存在 辨识度还是蛮高的 车侧采用了悬浮式车顶的设计 搭配银色的粗状C柱 虽然不是有能有脚的设计 但整体视觉上的力量感和动感也并不差 车尾的设计就比较简单了 贯穿式的尾灯上有品牌logo 整体设计就颇有几分朴实无华的意思 车内的设计也很简洁 线条流畅且配色相对传统 就是主流家用车该有的样子 但15.6英寸的中控大屏 值得一聊一聊 类质了6颗线性马达 触控反馈理论上来说会相当不错 并且采用了基于安卓开发的车机OS系统 支持积木交叉互拼 简单来说就是支持车机和手机的无缝切换 并且导航音乐 车辆状态等信息 都能在中央全幅屏和12.3英寸的仪表盘之间 进行双屏双显示 以及还能通过手机或者智能穿戴设备 实现无感解锁 动力部分 基于双子动力模块的系统 提供纯电动和增程式混合动力两种 其中 纯电动车型CLTC续航为550公里 电驱动的最大功率为280千瓦 最大扭矩为452牛米 增程车型的CLTC续航超过了1257公里 采用的是1.5T四杆发动机作为增程器 驱动系统则是由两台电动机组成 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30千瓦 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40千瓦 电驱的中和最大扭矩为526牛米 BJ-CX在4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预售了 预售价格区间为22到30万元 新车是基于丰田ETNGA架构打造而来 定位是紧凑型SUV 未来预计的主要对手是ID4和Model Y等车型 BJ-CX在设计上就与此前的进口版基本一样 车头的设计最强颜的就是拼色的前翼子板 从车头灯部分一直延伸到前包围 由多颗LED组成的头灯精致且纤细 并且用黑色的视板相连 车身侧面呈现多折面的设计 尤其是从45度看过去 线条有能有脚 搭配封闭式的前脸 视觉效果上还是蛮凶悍的 车位可能是因为需要营造更多沉稳厚重感 贯穿式的尾灯相对突出 视觉效果与头灯的精致纤细感是不同的 其实从这一代的凯梅瑞开始 广气丰田的设计就不再像是以往一样的中庸 没有特点了 相反这一代的车型更多是锋芒壁露 也更符合当下主流的审美 打开车门 悬浮在中控台上的12.31寸全液晶仪表盘 配合悬浮式中控大屏 也很有独特的未来感 唯一可惜的是 同平台上雷克萨斯RJ上的异形翻向盘 大概率在国内是没有了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吧 在屏幕下方 既成的触摸式按键和部分空调物理控制按键 车内包括座椅加热 方向盘加热 PM2.5过滤等丰富配置 也算是兼顾了设计感和实用性 值得一提的是 顶配版本还会提供太阳能充电穹顶 动力部分 新车提供前驱四驱两种动力形式 前驱电机最大功率为150千瓦 峰值扭矩266牛米 CLTC工况下的综合续航为615公里 四驱版本系统最大功率为160千瓦 峰值扭矩337牛米 CLTC工况下的续航为560公里 新车本来就会在4月时间与大家见面 但由于上海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因此被推迟到了5月20日 不过道市开启了预售 共推出三款配置车型 预售区间为16.68到19.28万元 在设计上官方表示 金采用了仿生设计理念 呼应了名字中的金 采用类似封闭式直扑式中网造型 搭配犀利的分体式大灯主 看起来还是蛮有时尚感的 同样纤细的LED大灯 用四版贯穿车头 拉宽视觉效果 今天这四款车型 有三款就用这种设计 似乎是如今的主流设计啊 车侧也是采用了悬浮式车顶设计 配合溜背式的车尾 以及从车头灯 贯穿到车尾的腰线 不但提升了车辆的设计美感 也营造出了较强的运动感 车尾设计不算复杂 尾灯采用了官方名为 海底之眼的设计 贯穿式的尾灯上方 还有个小压尾和双咬扭板 视觉冲击力还是蛮不错的 车内的设计就比较的传统了 双12.3英寸的双联屏 三幅式平底方向盘 中央印有专属的金logo 整体的线条略微带点弧度 结合蓝白配色 看起来还是蛮有档次感的 动力部分 将搭载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官方称它是上汽蓝芯2.0T发动机的基础上 重新调校并技术升级了 工信不信实显示 最大功率为231马力 峰值扭迹376米 匹配8AT变速箱 满大街的车 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并且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就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汽车造型设计是不是已经穷途末路了 从我们今天盘点的几款车型来看 显然不是的 其实汽车的设计的转变和手机是有几分相似的 虽然看似大家都在往同一方向去走 但设计会变得更加的细化 更加穿著包括人机工程学在内的设计体验 只要个性化的需求还存在 那么自然就会有各种花里胡哨的设计出现 总的来说 汽车造型作为工业设计的一个单独品类 并不会在未来走向末路 只是未来它的造型设计师规划职业素养会要求更高 OK 关于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步和我们分享你的意见哦 咱们下期再见 Respect